哈喽大家好,我是穆布斯 回到AMD6800U的到来 其强大的核显性能使得我们可以流畅游玩 以往无法在此类涨上游戏设备流畅游玩的各种3A巨座 6800强大的核显性能也带来了功耗的提升 同时也带来了功耗的降低 是不是没听明白 以往我们有玩英特尔1165或者AMD5800设备时 需要的功耗可能需要28瓦30瓦的TDP 在6800U上面我们甚至可以以18瓦达到同样的效果 有了强大的性能 以往在1165和580028瓦性能上线 只能低特效60帧甚至30帧的游戏 在6800U28瓦的TDP下可以中高特效稳定60帧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带来了功耗的提升 众所周知6800U的设备的周边功耗是要高过之前的问掌机的 长期以来问掌机的续航一直也是玩家们内心的痛 大量的玩家们也都在摸索如何可以降低功耗的同时 也不会带来更差的体验 从而获得更长的续航时间 所TDP 所针 所屏 都会比让CPU自动调节带来更好的体验和续航时间 但是很多朋友玩游戏也不止玩一款 每一款游戏都要进行调节才可以获得相同的体验 会比较麻烦 在这之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但是几天前体感助手的作者东哥找到我说他发现了个很牛背的东西 这就是接下来体感助手1.15的重大更新之一 自适应浮动调节 大家看看演示效果 我在视频旁都标注出来了 后面可能还会有新的优化 以正式发布版本为准 此次更新的自适应浮动调节 根据以往优化经验所自研算法 是的 这个自适应优化算法是属于东哥原创首创的 适应一切680U系列问掌机笔记本 理论来说其他6700AMDU也可以使用 这个需要后面有机器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这算法已经邀请了两位国外的大佬进行测试 一位是HC的作者 一位是PCP的作者 他们两位也都是伟大的开发者 这些大佬们都是为了玩家们为爱发电 为玩家们带来了十分优秀的快速软件 使玩家们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自己手中的设备 非常感谢他们的五次奉献 说回自适应优化 我们简单说一下原理 就是设置高TDP关闭锐频锁定帧数 根据游戏压力 GPU的占用率进行浮动调节频率 在各个TDP下限制最高GPU频率 以达到更稳定的帧数体验 需要更高的GPU频率就可以调整TDP的上限 我们要的并不是极限低的功耗调节 而是更加智能多场景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TGAN助手自适应调节和系统自动调节 自适应调节可以运行在更低的功耗下 更稳定的帧数生成 不只是3A可以自适应调节 2D独立游戏也可以调节 切换游戏也可以自适应调节 不需要二次手动调节 优化方案搭配屏幕45Hz 屏幕刷新率更佳 画面不比60Hz差 机器的压力更小 同时功耗也可以压得更低 也不是说这个优化方案就是万能的 比如在更吃CPU的游戏 僵尸世界大战 特别吃CPU 自适应导致无法给到CPU更高的频率 就会掉针 看到更高的TDP优化的意义 就不复存在 一个特殊的情况 在战区2.0 只能开启锐频 才可以继续正常游玩 毕竟这也只是一颗核显游 能有目前的这个表现 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 等东哥忙完了 他会重新更新一期 关于体感驻手的详细使用方法 和一些优化方案的原理解释之类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东哥的bilibili频道 或者加一下我们东哥的体感粉丝群 过两天应该会放出 1.15版本的预览版 进群也可以获取更多更新的资讯 东哥也会在群里给大家解答疑问 有使用方面的bug建议 也可以在群里说 体感驻手1.15还会更新两个重大功能 一个是自定义快捷键支持键盘加手柄组合 另一个是设备的控制 比如亮度 音量 分辨率 刷新率 这两个功能还没完全做好 还有一些bug在修复 就不放出具体展示了 功能就如字面意思一样 之前有朋友提出 要不要让体感驻手费 东哥说 不 不收费 在东哥刚做出这个新功能的时候 我和其他朋友都说 东哥要不要去申请个专利 东哥说 不 转头就邀请两位大佬 来测试着此功能的可行性 让大家都能更好地使用自己手里的设备 东哥真的太感人了 我说 东哥你真伟大 东哥说 我哪有那么伟大 我说 那你给你的软件美化一下吧 东哥说 哈哈 是啊 一个软件好不好用取决于功能好不好用 又不是越好看越花哨就会越好用 反而越花哨应用性越差 体感驻手就是如此的纯粹 没有任何噱头 没有任何黑科技 人也一样 简单一点 也会更纯粹一点 还是要再次感谢各位大佬们的无私奉献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穆布斯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麻烦各位给个点赞三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